有一些AI工具可以让图片变得更有趣 无论你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内容创作者 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玩想尝试一下 你可以让它们变得更具有沉浸感 让它们动起来,让它们说话 这些AI工具使用起来只需要几分钟 有的甚至只需要几秒钟 你可以使用在Mate Jelly 或者任何一款AI生涂工具上生出来的图片 或者说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照片 首先是LayerPix 来到网站的首页,完全免费使用 点击上传 就这么简单,两秒钟不到 你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沉浸式的动画效果了 这里有个滑杆可以调整动画的时长 然后这边还可以改变动画的风格 还有一个高级编辑器 可以进行更多自定义的操作 然后点击分享,并选择你要导出的格式 非常简单,但是我喜欢这些动画的样子 我甚至感觉它们有一些迷人 这个工具非常棒,而且完全免费使用 进入Discord之后,点击Generate,生成 使用创建命令,输入你想要在场景中的动画效果 并点击加号,上传你的参考图像 然后按回车,生成 Pica Labs现有了1.0的版本 已经正式对外公开使用了 可以直接在网页上文身图 图身图,局部重绘 这个免费生图工具大家已经相当熟悉了 现在它推出了Motion功能 点击图片的Image to Motion选项 Motion Strength调节你想要的动画产生动作的幅度 然后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可以生成相当惊艳的运动视频 甚至可以将单张图片生成令人惊艳的360度动态视频 在风景和美食上的效果尤其好 接下来自Meta的研究 它很有趣,而且非常容易使用 并且完全免费 它的本意是为了让孩子们创作的绘画作品动起来 但是你可以上传任何角色 只要确保它是在白色的背景上 并且它的四肢是分开且可以清晰辨认的 同时你要注意如果在Mitgenny生成图片的话 记得要添加提示词A Pose或者T Pose 然后使用像AR9比16这样的垂直的长宽笔来生成 然后使用一个很好使用并且免费的去除背景的工具 Remove.bg 然后回到这里 点击上传照片 点击同意 然后在这里确保图像全部被框选进去 Next 在这里你可以根据提示来把每一个关节 调试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生成 就是这么简单 完成了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动画动作可以选择 这款工具它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让儿童的绘画作品动起来 所以它的很多动画的效果还是比较夸张和搞笑的 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很有趣的工具去使用 GEMO是一个可以快速添加各种动画效果的工具 上传你的图像 可以看到这里它已经识别出图像的内容了 这里再输入你希望的动画效果 这边的Camera Motion 你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运镜方式 拉近 拉远 左右平移 甚至顺时针 逆时针旋转 然后FX这里有各种预设的特效效果可以选择 点击这里Duration调整时长 Motion的百分比越高 动画更细节 更大胆 然后提交 效果非常不错 我很喜欢 然后你可以尝试调节不同的参数 来得到更加惊艳的效果 它这边每天会给你100积分 对于我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的话 这边有个Turbo Plan可以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说三种都是创建人物嘴型动画的工具 由于这些工具都比较相似 所以我会放在一起进行展示 这些工具被人们用来创建不露脸的YouTube频道 或者说例之类的人物视频 其中两款工具是提供了免费的入门方案 最后一款是完全免费可以使用的 首先我们来看DID和Hedron 因为他们的流程极其相似 所以我就用DID来做一个示范 你可以上传一张人物脸部图像 然后要么在这里再线打入文字转语音 要么上传你自己的音频 这里可以是你自己的声音 也可以是你在Eleven Labs或者Fleeky上生成的AI语音 然后让它生成 DID每个月你可以免费生成五分钟的内容 Hedron则是每个月一分钟的免费生成份额 接下来这个工具是可以完全免费使用的 最棒的地方是在于 它可以给人物的视频进行嘴型动画效果的处理 上传你的视频 这里同样可以直接输入文字在线专语音 也可以上传音频 然后点击生成 非常方便 下一个工具具有非常广泛的功能 你可以用它来制作很酷的动画 我主要使用这个工具给我现有的视频增加特效 但是同样它也非常适合给图片增加视频的动画效果 但是这个免费的版本只是七天的免费试用期 之后基础计划每月五美元起 点击创建视频 这里I want to create a video of 输入你想要创建的内容 然后in the style of这边 输入你想要它以什么风格来创作 我推荐你尤其是一开始玩的时候 先用它们这边展示出来的预设风格来进行创造 然后点击视频设置 Camera Movement调节镜头 还有这里的Evolve 可以调适你希望的动画动作的程度 然后点击预览 选择你喜欢的版本 点击生产视频 这里会稍微花个一两分钟的样子 然后这里是它设置了Evolve参数为10时候的样子 这边还有我用它做的其他几个视频片段 这个工具其实类似于PicaLabs 但是Runway其实是一整套的完整的视频和图片处理工具套件 今天我暂时只用它来测试图身视频的效果 来到网页创建账户后 点击Start with Image 这里上传图像 这边的Camera Setting可以控制镜头 Motion Brush可以通过选中局部的区域来控制这个区域的动画运动 最后这里可以填写提示词来控制整体画面的运动效果 但实际用下来如果你填入提示词的话 它返回来的效果还是会差距比较大 所以我推荐你就把提示词这边不要填写留白即可 看看它会返回给我们什么样的视频效果 虽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具体视频要出来的效果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非常不错的视频结果 还有个缺点是Runway的免费版本 一共就给到了125的积分 尽管如此 当我们抽卡运气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视频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